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来自第一步的思路 其余还有不发一言的无名杀手 单枪匹马 绞杀大批检查 摔棍对匕首的单挑 单刀附会的人大华被虐成血人 预警托尼甲在私情与道义之间的抉择 都形如对首级的致敬 看得十分亲切 多场打戏总觉得不够放开 直到临结尾无精托尼甲联手PK张静 才一次性去到镜 片中早早给出实力分析 托尼甲和无精第一次交手 以及狱中缠斗 都是硬瞧硬马 略带点狼狈 还不是挨到龙套的拳脚 而张静首秀伸手 就是擦出了威亚痕迹的 摆脱重力 凌空飞踢 就是移形换位 干翻一片的万夫莫敌 打完西中阁里 纹丝不乱 神情之一捅 堪笔落相 从头到脚 纯然是底级高手的架势 结尾四拳还是叠不过双手 倒也颇为合理 这部影片有监狱会战 又有二条一高手较量 难怪不断被拿来 跟两部突袭相比 两个系列是两种不同的动作风格 派拳和中国传统功夫 开合更大 对于人体极限的表现 也更丰富 那样强调实用 沙破狼二姿势舒展着打斗 更具观赏性 而突袭更多 以制造凶险处境的 心理优势建长 记得当年外国媒体评价突袭 有一句 打得那么真 难以想象龙套 是怎么活下来的 同样适用于本片 诸如张静飞踹托你假下的 真让人倒吸冷气 张静武功高出两人合力 败于高傲 也从一开始就有铺垫 将剧情融入动作 体现了主创对于艺术的细致 很有意思的是 张静使得是一代宗师的八卦掌 让我不断脑补他 续上胡子的造型 唯一遗憾的是 卢慧光的角色 没能大打一场 在天头看到了他的名字 归于策划一览 年事已高 他们这一代五行 也该渐渐退居幕后了 这部电影精彩的部分很多的 希望大家亲自看看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此结束了 关注九品 每天一部好电影 每天一个好心情